国家!枫叶国不堪重负!即将破产! 这两天国际朋友圈都被普京在顿30万盎司黄金的消息刷屏,但与此同时却有一个国家反其道而行之,竟然要把黄金储备清空。 大家都知道黄金储备对一个国家抵抗风险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黄金储备为零意味着各种债务危机经济安全问题将排山倒海而来。 国际上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一个外强中前的加拿大跌下深渊。 黄金储备倒数第一,欠债180亿美元,加拿大面临破产。 俄罗斯正在追赶黄金储备的全球排名时,加拿大却稳稳地坐在了全球一百大主要央行黄金储备的最末位。 好奇加拿大为什么甩卖黄金? 其实英国曾经的遭遇就可以解释,21世纪末的时候,金价一度跌到282.4美元每盎司,英国央行便大幅抛售黄金。 引起更多人做空黄金,导致金价触及冰点252.8美元每盎司。 到2007年金价涨至675美元每盎司,计算下来英国损失超过20亿英镑。 黄金代表全世界支付的最终形式,当危机来临时,没有其他法定货币能取代黄金的位置,但显然加拿大只看到眼前利益。 。 于是走上了英国的老路。 加拿大央行解释称出售黄金是因为储存黄金的成本及黄金带来的回报很差。 。 这时分牵强,毕竟金价一直从1967年的35美元每盎司,上涨至如今的1300美元每盎司。 不过,加拿大的短视行为带来的报复很快。 。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转换场地和领域,再加上美联储加息,国家债务快速上升,家庭债务上涨,通胀上行等风险加剧。 。 没有黄金储备的加拿大已经产生经济泡沫。 。 而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正好抓住加拿大的黄金把柄,利用美元霸权左右其金融市场。 。 丢掉黄金帽穿上债务鞋,加拿大随时被特朗普卡脖子。 。 黄金作为美元的天敌,被各国当作去美元的最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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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黄金主被意味住加拿大随时都有可能受到特朗普的制裁,要不然普京也不会双眼不闻窗外事。 。 。 一心只想炖黄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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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加拿大的情况可能比想象中更糟糕,因为在受空黄金后,加拿大债5亿超过1万亿这一历史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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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不健康的金融状况使其更加难以抵抗美国的制裁,于是当特朗普宣布征收钢率关税时,加拿大差点被吓破了胆 于是 为了争取美国对自己特赦,马上狗腿的拟定新规,称要打击一些国家以不公平低廉价格向国外倾销钢铁和铝,当然手指中国 结果虽然迎来了关税破免权,却丢失了中国的信任 再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一直需要攀附讨好美国才能生存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常态吧?但是,贱卖黄金债台高筑的加拿大很乐观 向大家展示自己GBP增长3%的好成绩 正如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加拿大的快乐还能维持多久呢?面对特朗普的要求,一再退让的加拿大最终只能会沦为美国的附庸吧 这两天国际朋友圈都被普京在顿30万盎司黄金的消息刷屏,但与此同时却有一个国家反其道而行之,竟然要把黄金储备清空 大家都知道黄金储备对一个国家抵抗风险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黄金储备为零意味着各种债务危机经济安全问题将排山倒海而来 国际上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一个外强中前的加拿大跌下深渊 黄金储备倒数第一,欠债180亿美元,加拿大面临破产 俄罗斯正在追赶黄金储备的全球排名时,加拿大却稳稳地坐在了全球100大主要央行黄金储备的最末位 好奇加拿大为什么甩卖黄金 其实英国曾经的遭遇就可以解释,21世季末的时候,金价一度跌到282.4美元每盎司 英国央行便大幅抛售黄金 引起更多人做空黄金,导致金价触及冰点252.8美元每盎司 到2007年金价涨至675美元每盎司,计算下来英国损失超过20亿英镑 黄金代表全世界支付的最终形势,当危机来临时,没有其他法定货币能取代黄金的位置,但显然加拿大只看到眼前利益 于是走上了英国的老路 加拿大央行解释称出售黄金是因为储存黄金的成本及黄金带来的回报很差 这十分牵强,毕竟金价一直从1967年的35美元每盎司,上涨至如今的1300美元每盎司 不过,加拿大的短视行为带来的报复很快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转换场地和领域,再加上美联储加息,国家债务快速上升 家庭债务上涨,通胀上行等风险加剧 没有黄金储备的加拿大已经产生经济泡沫 而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正好抓住加拿大的黄金把柄 利用美元霸权左右其金融市场 丢掉黄金帽穿上债务鞋 加拿大随时被特朗普卡脖子 黄金作为美元的天敌,被各国当作去美元的最好工具 没有黄金储备意味住加拿大随时都有可能受到特朗普的制裁 要不然普京也不会双眼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想顿黄金了 但加拿大的情况可能比想象中更糟糕 因为在售空黄金后,加拿大债务已超过一万亿这一历史关口 加拿大不健康的金融状况使其更加难以抵抗美国的制裁 于是当特朗普宣布征收钢率关税时,加拿大差点被吓破了胆 于是 为了争取美国对自己特赦,马上狗腿的拟定新规 称要打击一些国家以不公平低廉价格向国外倾销钢铁和铝 当然手指中国 结果虽然迎来了关税豁免权,却丢失了中国的信任 再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一直需要攀附讨好美国才能生存下去 这也不是一个常态吧 但是,键卖黄金债台高筑的加拿大很乐观 向大家展示自己GDP增长3%的好成绩 正如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加拿大的快乐还能维持多久呢? 面对特朗普的要求一再退让的加拿大最终只能会沦为美国的附庸吧